中華世大運網球代表隊 今天持續在單打以及雙打部分 傳回捷報 大會第一種子彈女子單打部分的 張凱真面對英國選手 Abus Nord 雖然在身體不適 以及手感部價情況下 以四比六先丟一盤 但是網球精靈很快利用 盤一盤中間的治療暫停時間 冷靜下來找回狀態 雖然整場比賽出現了六十次的 非受迫性失誤 但也靠著四十二次的制勝球 緊咬戰局 第二盤六比三扳回一城 第三盤更是氣勢如虹 很快地把比賽帶到賽末點 利用一季直線球得分 中場就以四比六 六比三 六比一 二比一的盤數擊敗對手 順利闖進到了前四強 比招起來 男子單打大會第一種子 中華隊的終極聲 表現就比較輕鬆了 只花了四十九分鐘 就以直落而淘汰對手 同樣闖進了前四強 雙打部分一日拿兩勝的是詹友然 首先跟妹妹詹皓琴 在女雙部分 面對日本對手只花了一個小時 只花了一個小時 用零二分鐘 同樣以直落而擊敗對手 闖進了前四強 我還提及跟蔡英文 我們進到了